成语故事工作篇 智之渡外 西汉末年 有秀骑兵打败了王莽的新朝 又镇压和收编了河北 山东以带的农民起义军 在洛阳建立了东汉王朝 自己做了皇帝 也就是光武帝 在东汉建立之初 国内尚未统一 许多地方的势力占据某些州郡和东汉抗争 有的虽然表示臣服东汉 实际上都仍旧保留地盘 并不甘服从 而部分比较强大的农民军也相当的火药 刘秀花了五年多的时间 才算打下了一个基本统一的局面 只剩下甘肃的魏肖和四川的公孙肃两大军阀 这时 魏肖表面上已向刘秀称臣 并且把儿子送到洛阳任官 表示归顺 公孙肃自称蜀王 永兵数十万 盘踞四川的三区 因交通困难 刘秀对这两个人 暂不想征战 企图把连续苦战多年的部队 好好整顿和修养一下再说 据后汉书《伟肖传》在 当时刘秀臣对将领们说 且当至此 两子余肚外耳 意思就是说 姑且把这两个人丢在一边 暂不考虑吧 后来刘秀终于发兵了 先消灭了伟肖 后来又把贡孙肃的独立王国攻破 此典故出自后汉书 维肖传 成语 置之度外 只不把个人的生死 厉害等放在心上 生活应用力具一 这些为了救灾 把个人生死 置之度外的英雄 令人肃然起敬 二 为争取奥运的金牌 他把自己的婚事 置之度外 全力以赴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希望能为你在这忙碌的生活中 带来一点温暖与陪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 给我一个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我们一起加油吧 明镜就搞砸到底什么 besser 还有在这節目中 这样的人 就会一Ops见 根个人 我气费 Strategic書 人们 邮助